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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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這要稍微補充一下 我剛剛講說那個最後一個關鍵步驟 從reflectance 怎麼樣反推管節半徑 怎麼樣 這個推導我們稍微勾訴一下 這邊這個推導說 我們這個管節的半徑 對我這塊叫做reflectance 其實它跟那個管節半徑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關係 這什麼樣的關係我們稍微看一下 假設說呢 有這個入射的一個幅度 它的強度是p1正 往正的方向走 那 它經過兩個管節接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有p1 就有這個component反射過去 那這個component串透過去 假設我們的最簡單 是只有一個bundity的情況 這樣 那所以呢 這邊有兩個式子 就是說呢 壓力跟流速都是要連續 cross boundary 這個bundity condition 所以就有兩條equation 這兩條equation 那一邊是加一邊是減 因為這個定義的關係 流速是正能跟負能都來的相減 pressure相加是流速相減 那流速的話呢 我們上次有介紹過epitance的觀念 對不對 epitance是所謂怎麼定義的 在升學裡 在pustic裡面 epitance就是p除以u 就是pressure除以volume lost 那所以呢 這個u的這兩個 往正的跟往復相減 就可以代換成z分之p 這個往前面走的pressure分量 跟往後面反射回來的pressure分量 兩者相減 推足抗 所以就有兩條式子 那所以呢 那 我們又說這個 u要連續對不對 所以在第二個介指裡面 穿透過去的流量 就是說會是 該介指裡面precious 比該介指的 反射 這不是反射 impedence 好不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 接下來呢 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 這兩個分量呢 把它 這兩個分量 跟入射量 的比值 把它寫出來 in terms of 這些的主靠 你聽不懂這些主靠 什麼意思呢 你稍微整理一下就發現說 反射率 就是說 注射量是這樣 反射量是這樣 兩者的消除呢 會等於 主抗相減 除以主抗相加 第二個主抗減 第一個主抗 除以兩者相加 這個就是我們的反射率 那 換言之呢 那我們上次有講到說 主抗又跟那個結面機稱反頂 主抗的那個 的式子 主抗 是跟結面機成反比的 有沒有 上次有講到一個這樣子的關係式 有講到一個這樣的關係式 那所以說呢 從1到2 反射回來 就pressure來講 就acoustic pressure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反射率會是 跟結面機相減 所以結面機相加 你們可以去想像一下 如果說這個有沒有make sense 想像有沒有make sense 如果今天是一個反射接到 另外一邊是一個封閉的端的話 那那個反射率應該要等於1 是這個意思 因為沒有穿透過去 如果另外一邊是完全是推不動 主抗無窮大 如果另外一邊主抗無窮大的話 才是不是等於1 這個是講的沒有錯 所以是類似這樣一個關係 那所以 這裡面就可以看出來有沒有 反射率是指跟管節的面積有關 至少在我們這個model裡面 反射率指跟管節的面積比有關 所以接下來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就會有這樣的關係式 所以如果Lenitz & Derbin 它可以把我們每一個反射率都算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推從 每一個反射率就對應到說 現在這一節跟下一節的面積比 應該是這樣比例 應該是這樣比例 所以呢 現在這張圖呢 我就有算是一個例子 待會我們可以看一下層次的demo 這個是上次上課的時候 有給各位聽個R跟E 兩個應該是一個女性的聲音 女性受測者的聲音 它發出來的E 那我所做的事情 這張圖所秀是說呢 就是用做Linear Prediction 但如果你們去看我的code的話呢 裡面有個option 可以把這個 關於管節面積的推估 還有一個switch可以打開 打開的話 這個層次會produce 一樣這樣子 這裡面 每一個這樣曲線 就代表說 每一個frame的時候呢 這個program 透過剛剛那個計算 剛剛上課的計算 它所反推出來 從這個升門 到最寸 它E的時候呢 它覺得說是可能 有點像舌頭被弓起來 它蹲到嘴巴的時候 E 也許下巴 往前的跌倒是怎麼樣 E 這個有點似後諸葛亮 不過 總之是 搞不進搞不進 當作 垃圾進去 垃圾錯 可以這樣算嗎 那至少 to back and forward 算出來還蠻一致的 對不對 算出來這個形狀沒有說 萬七八糟 沒有說 這個frame跟下一個frame 估計在形狀是十萬八千 至少還沒有這樣發生 所以 這是一個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 example 我宣稱的 這是一個 Vocal track shape estimation 的一個範例 好吧 這個 上次給你們的那個 那個 Starter code裡面都有 你們可以去把它 把它 turn up 看看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關於 Levinson Derby這個主題 跟各位做的介紹 好 那 接下來的時間 待會兒我 先跟各位介紹 Honward 3 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禮拜做Line 應該都已經 結束了 所以 待會兒我請住家再帶你們 討論一下 這禮拜大家 啊 估計出完這個F1跟F2的結果 到底如何 所以 不過接下來花點上時間 跟各位介紹 Honward 3 第三份可以 好 這份作業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 我宣稱叫做 Talking Robot 用我們的Linear Prediction 來做語音的合成 那 稍微把 那個 我們可以做出類似在 這個 是吧 我刻畫面看得沒有很多 Starter 那個 Starter 是不是第七集要出來的 這個月 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個什麼 R2D2 那個會講話嗎 你看我過來不是很熟 我小孩非常喜歡看 總之我 待會兒修給你們看 一些聲音的範疑 聽來有點像 機器人在講話 所以 那 今天邀請你們 在這份作業 你們要做的事情 那這份作業呢 你們要做的事情 是把這個 利用MP 這個Equation 基本上是這個Equation 來做LP的Synthesis 基本上用這個Equation 來做LP的Synthesis 好 說起來其實就是 說出來就只有這樣 好 那麼 推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剛剛講 Talking Robot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要 要請你們兩個一組 來做 cross synthesis 等一下我們解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部分 這個第一部分呢 我們可以想像今天有一種 什麼樣的一個 Voice over IP的 protocol 那這個Protocol裡面呢 在這個 Encoder 就是Transmitter這一段 他接收到 語音的訊息的時候 他算LP 然後就只有把 那個LP的 queficion 存起來送出去 那個整個 excitation 都不送 加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蠻爛的 problem 他只送 LP的queficion 那在合成端的話呢 或是說 在 Decoder這一段 要基於 這些LP的queficion 想辦法合成出一個語音 那怎麼合成的話 知道你自己要去 硬是湊一個 什麼樣的excitation source 給他 因為只有傳 那個LP的queficion 你要想辦法 硬是湊一個 什麼東西給他 好的 那所以 以下這個demo 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excitation source 你去試試看 你可以去試看 這座位3的第一部分 你試試看 如果用一個 用impost string 用給他一個某個 固定週期的impost string 給他做excitation source 的話 聽起來會是 像這樣 右邊那樣 你去試試看 那我們先看 聽起來會不會像 Horoba 等一下給你們聽看 那這左邊是原來的語音範例 請聽 嗨,這是Steve Jobs 我想歡迎你 到接下來的世界 我們覺得 你會喜歡這個電腦 它有最擅長的 應用 每次的電腦 運用 而且 它是第一次電腦 設計從頭到尾 成為一種 個人機器 去延長 個人機器 進入 更加 組織的 合作 合作 我們認為 會發生在第一半半的 電腦 歡迎 到接下來的世界 讓我們知道 你的新機器 是誰講話 他就自己講 真的是他嗎 不知道是不是 這是 我講真的是 他在講的內容是什麼 是不是 他在講什麼 某一台電腦 某一台電腦 是不是 這個computer 各位對於他的生平有沒有了解 應該都蠻了解 稍微有點了解 他是不是有一段時間 被蘋果趕出去有沒有 趕出去 他做什麼事情 Pixel Pixel 好像也是 他好像創立一個公司 那個公司就叫做 這個next computer next computer 所以 這個computer公司 他被趕出去的話 他要發表第一款的 這個computer 所以他剛剛就解釋說 這個computer有多酷 多神奇的地方 那 所以 所以 我們就拿 這個 坦白說 這 我這次作業差點開天 狀態出不出來 本來有點不知道出什麼 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想 我就決定說 把我自己 13年前寫的一個作業 那是我當作教 我當王老師 他要講為什麼 這就是那份作業 今天出給你們當年這次的作業 所以 當年 我老師就給我一個這樣的範例 是Steve Jobs講的一段話 所以我們就把它 透過NLP 然後 把那個 excitation 換掉 換成一個 impost train 結果就變這樣 我們就要來做 我 你會想知道 你會想知道 這次世界 的機器 這次是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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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聲音 Any comment? 所以當年我老師我當他住教 他就給我一個這樣的範例 那我就去弄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他還蠻高興的 但比較這個怎麼講 比較尷尬的是 我一直都不知道誰是Steve Jobs 就是那個時候 我只知道我一放出來大家 就好像都知道他是誰 我覺得蠻奇怪 這是什麼咖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有沒有 這個這麼多年我才發現說 那我老師為什麼給我一個他的講話聲音 我老師很崇拜大家知道 其實應該也還好 應該說我老師根本就認識Steve Jobs 當年這個裡面在講說 Steve Jobs他在被蘋果趕出來的時候 創立這個Next Computer 那這個Computer 這段話裡面講說他終於發表出來的時候 他說他要說什麼 有什麼多麼多麼 exciting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90s 1990年初 當年我後來才聽別人說 是Steve Jobs打電話給我老闆 請我老闆去幫這個 他就有做所有Audio的部分 所以 這是我很後來才知道 所以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段地詞 Anyway 這是你們做的any question 做一個第一部分 好 那我剛剛講impost train就是這樣的expression 假設這個N是 N字周期 N字周期 那impost train就是每個N要給一個 一個impost出來 就叫impost train 你用這樣的東西當作expitation 然後呢 把它送到這個equation 送到這個equation 這些係數我會給你們 那第二部分的作業呢 是要請你們做所謂的cross synthesis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我會請你們兩人一組啊 請問兩人一組 然後呢 就講圍這就是這個 這個事情 就平常你打電話 講的圍是怎麼樣圍 把它錄下來好不好 都講圍 然後我要請你們 用自己算出來的 這個excitation 搭配 你的partner的這個filter coefficient 這樣子來做合成 交叉合成 用A的excitation 搭配B的filter 或是反過來 B的excitation搭配A的filter 來合成 那言下之意呢 就是還是用同樣這個科學 但是用某一個人的filter 搭配另外一個excitation來合成 那這個事情我沒有做過 但我想要知道說呢 這樣合成出來的聲音 我想要知道說 合成出來的聲音 會比較像 A 還是比較像B 所以請你們幫我探討一下 你們就兩人一組好不好 這樣才會了解 以上大家就是關於 這個科學 大家可以收到 夠了解 這個車子 我們可以 可以 我可以 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